我们谈到这个Gateway的部分 那Gateway基本上就是从一个节点到外面的网路 需要经过一个Gateway 那这个里面就是发到TCPIP的架构 然后从一个网路节点到任何的网路 透过Gateway的部分来做一个杂道器 那这个部分还有一个所谓的数据机 那数据机就是经过这样的一个调变 那这个调变有大部分就是属于这种相位调变 或是这个政府的调变 那调变后的这个讯号 我们称为调变后的一个调变后的讯号 然后每一调变我们称为基频 调变后是称为一个载波的频率 那你可以看它有一个SignWave 就是载波的频率 那我们一般的电话系统或网路信号 它基本上就是透过都会员的讯号0101 然后经过这个数据机或数据的调变 然后变成调变讯号 再通过一个解调机 一个数据系的解调机 然后回到这个二位元的电脑 那电脑就是读取这个0101的这个讯号 那另外就是关于这个列印伺服器 那列印伺服器主要是提供一个高效的网络解决 共享的一个列印伺服器 那只要一端接印表机 另一端接这个交易机网路的话 那这样的话所有电脑就可以去接 assys这个印表机 那就不用一台电脑 装一台印表机 那这个东西在整个区域网路里面 所有的用户都可以提供列印 那这样的话 针对这个资源来说 只要提供一台那个印表机 一个印表机的一个伺服器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共同共享这个列印的资源 那另外我们来谈到这个MAC address MAC address MAC address呢 事实上是属于这个 属于那个 link layer link layer link layer下面就是那个physical layer link layer 然后上面就是那个data layer data layer 然后再来就是never layer 再来是transportation layer 然后再来上面就是那个avocation layer 那MAC address在这种link layer data layer 这个模型里面呢 它属于OSI的第二层 那第二层主要是负责什么 data data连接的一个 负责的连接 那主要负责这个MAC address 那MAC address的第一是怎样 MAC address有48个位员 有48个位员 有6个位员组 48个位员 你可以数这个physical address 这个就是48位员 就2 4 6 8 10 12 那4个 4个是4乘以12 就是 48位员 6个位员组就是12 3 4 5 6位员组 所以它这个东西是用16精卫表示 就是你可以看这个16精卫 那全部是FF的话 就是25 全部都是256 256 就是16精卫 那这个就是属于广播地址 那你可以用IP complete ipcomp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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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就有包括你这个hostname叫什么名称 那包括你这个IP routing的eniable是不是有开 然后Win的palsy是不是有开 目前都没开 那另外就是Ethernet的adapter就是会把media discount内或有connect的地方把它显示出来 那就会显示IP make address physical address就是所谓的make address 那make address我们刚才有说就是6个嘛 6个 1 2 3 4 这个这里面呢 包括这个里面有哪些内容 包括第一个有牵导 牵导 那任何这个IP的概念呢 都要有一个header就是一个 前面的这引导的一个这个 表示就是叫前导 那前导板以外呢 另外就是目的跟来源 那目的目的的话就是目的 目的就是那个 designation 英文叫designation 就是目的地 6个板 那来源呢 source source address 也一样的6个板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看到这个 就是这个source address 那另外我们还有看到什么 资料 蓝位的通讯 200 那主要的资料就是 放在后面 46到1500个by 另外还有检查码 那检查码就是chets 可以把所有的地方 经过这个数学运算 把它加起来 然后要等于一个值 那这个值要跟那个 发射段或者说 接收段做这个 比对对应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知道 这个东西是不是对 是不是对 检查码的功能在这里 那所以这里面有哪些东西呢 包括那个Mac table 还有ARP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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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PPPoE 还有Peer-to-Peer 还有点对点 还有这个 1000base的T 这是指实际上 Make address相关的一些讯息 那另外 我们在100base的TX 里面 就会谈到一些频宽 频宽就是 Benevis 指的是什么 频宽就像这个水管一样 就是你那个频宽越大 频宽越小 频宽越大 水管的流速越快 就是跟我们的网路 跟那个水管一样 那刚刚有谈到调变嘛 调变的话 在电脑里面 这个我们称为基频讯导 就是1.1的 经过调变之后 就变调变讯导 我们称为这个叫做基频 那宽频是什么 宽频就是 当你频宽越大 就成为宽频 另外还有YMAS 那这个很快 帮您处习一下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 Chapter 4 好 那 网路的通讯协定 里面有包括这个通讯的协定 那主要里面呢 会有哪些呢 就是OSI的气层架构 那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OSI的气层架构 那OSI气层架构 里面是架构在什么东西 架构在TCPIP TCPIP 这是一个很成熟的技术 大概从网路通讯来 就一直TCPIP 那过去是IPv4 现在 会有总到IPv6 但是上就是谈到这些东西 那我们逐一来做解释 那通讯协定呢 那在整个通讯 网路中里面呢 我们必须要协定 那这个像什么呢 就像你去租房子一样 你去租房子一样呢 你跟那个房东呢 要有契约 要有契约 那他要签什么 签那个地址吗 帮你身份证值好吗 还有这个 你要租在哪里 租金多少 还有这个 包括这个 多少钱 还有付水电 不付水电 要不要付法师 等等这些 那这些都是什么 叫协定 协定 那 一样 为什么要协定 因为你要跟人家沟通 就要讲同样的语言 那这样的话呢 大家可以听得懂 那因为网路呢 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架构 来自于全世界各地 那全世界各地 所以你要共同跟通讯的话 就必须要有一个通讯的协定 所以呢 一个主机A呢 想要将一个资料送到主机B呢 那这个东西可能一个在美国 一个在中国 一个是台湾 那或者是一个在北极 那你要使用这些东西呢 必须要通过什么 相同的语言来沟通 对 那相同语言跟相同的标准 能称为叫通讯协定 就是跟我们去住房子一样 要一个租约 那一个标准 那这些资料的讯息呢 事实上 有些要先过转换 有些不需要转换 但大部分的资料讯息 都是需要转换 为什么 因为它这里有Protocall 因为呢 通常A系统 跟B系统的这个架构都不太一样 基本上比如说在美国 它一定看这个英文的这个WebWhatser 那你是看中文的WebWhatser 那这个地方很多这个讯息 包括这个文字或甜的难味 就必须交换 那必须透过什么通讯协定来确保 这个说在网路上的参与者呢 能够彼此理解对方才可以进行有效的公投 比如说有些术语 这些 这个就是什么欧瓦利 是什么固体投地 那520是我爱你 这大家都来用 救救我 救救我 881 拜拜 这是笑领 这是苦领 这是土舌头 就是不好意思的意思 这是简易的沟通 但是这个东西 只有这个华人社区比较看重 对 美国人可能就有些就不理解 那除非说你有叫他 那所以这个是 这些通讯为什么 就是通讯 那通讯就是一个标准 就是大家约定俗成 有一个Poloco 我们称为叫Poloco 那Poloco就是什么 就是网路上的各机器上 各个机器间 要共同遵循的一套游戏规则 这种沟通的法则 那这种沟通法则 我们称为什么 就是叫做 电脑网路通讯 那这个通讯 双方必须遵守 一定要的格式 然后呢 这格式呢 跟时间只有有关 所以他有时序 就是不同的时序 来做一个定义 那这个里面就 根据这个资料 我们称为这个叫协定 协定 那这个协定通常是有时间的一个时间轴 然后有资料的格式 我们称为这个叫通讯协定 那目前呢 网路上常用的通讯标准 就是有下面 第一个叫做Netboot Netboot 这个叫做什么 Netboot Basic Input Output System 另外呢 最有名就是这个TCPIP 就是Transmission Transmission 传输 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 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 这个里面的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 顾名是 它可以控制什么 网路的一个稳定性 TCP呢 它就是固定 那个像打电话一样 它也可以在打电话过程中 建立两端的连线 然后是一个稳定的连线 我们称为Reliable Connection 那这个稳定的Reliable Connection 点对连建立之后呢 它必须什么 建立连线 然后建立连线 通网换完之后呢 又要释放连线 所以TCP是一个稳定的Purgo 那另外UDP呢 TCP内层另外一个Purgo 叫UDP UDP就是什么 即时通讯 它讲求的是什么 速度款 所以UDP比如说像那个 语音电话 像你用LINE讲电话 它基本上是走UDP 比如说你传档案 传档案 基本上我们上传一个影片 那你走FTP 那基本上你需要所有的档案 都能收到 所以我们称为 这种FTP 偶尔在TCP上面 然后再偶尔在IP上面 那IP就是Internet Protocol 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 这20年来说呢 基本上就是一个很成熟的科技 再过10年呢 应该也是这样 就是都是走TCP IP 的Purgo 因为这已经大家对电脑 已经很熟悉了 另外还有什么 IPX SPF 就是Inter Network Packing Exchange 就是说我们在 以前在做这个 打电话的时候 需要有个交换机 交换这个 线路 比如说A打到B 那需要切有交换机 把线路做连接 叫Inter Working Exchange 但是呢 现在多一个Packing 就表示说 这个Packing 事实上是可以交换 从A传到B 透过Packing的交换 那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把A接到B 把它接通 叫IPX Inter Network Packing Exchange 那有了这个 Inter Network Package Exchange 我们通常也有 Sequential Sequential Package Exchange 就是一系列的 排队的 Sequential Package Exchange 叫SPS 那另外还有什么 Apple Talk Apple Talk 我想就是 类似Facetime Apple Talk 另外还有Wave Wave Wave就是比较大的网络 比较大的网络 称为Wave Lane的话 就比较小的网络 称为Lane 另外早期呢 还有这个 所谓的ISDN 叫Integrate Service Digital Network 就是把电话 跟这个语音 跟影像 都整合在一起 这里有一个字 叫做Integrate Integrate 就是整合的意思 Service Digital Network Service 表示什么服务 就是包括 有什么网络影像 有这个 打电话 可以去看电影 那这个 以前早期 有网络 就有ISDN 那另外呢 还有这种 PVP 还有这个 SLIP 跟PLIP 通讯协定 那这种 网络的传输呢 基本上都是一个阶层式的 建议是从这个应用层 Application layer 应用层 然后到是什么 再到这个 Station layer 然后再到什么 再到这个 Transportation layer 传输层 然后再到IP层 就是 Network layer 然后再到什么 这个Data Link layer 再到这个 Physical layer 所以它基本上是从 这个应用层的 你输入一个这个 App TV或是邮箱呢 它就往下 階层式的 传 那这就是OSI的一个架构 那以前呢 在没有电脑的时代 事实上 人们要 传输了什么 反而写信 沟通 写信 那写信是把你自己 心中的话 透过这个笔跟纸 写出来 对不对 然后这个笔呢 就是你的工具 纸也是你的工具 内容呢 写在纸上 那这个纸上呢 是不是 就是类似阶层 然后呢 你要有笔 然后再后 再把这个内容 这个放到纸上 那纸上 是不是就承载了这个内容 然后再把这个 这个信件的纸呢 再放入信红中 那再有什么 再有专人 或有猜 再把信送到收件人 所以你要定义什么 要定义Source and destination address 这就是IP的概念 就是你要定义 既件的地址 跟这个 收件的地址 那等到 收信人 打开这个信的时候 然后再拆开 那再透过什么 拆开之后呢 它是不是要解封报 对不对 解的讯息 那解封报 它解的讯息 就是透过什么 文字 对不对 文字转换 它要财信 然后要拿字 拿信 然后再读 那把这个文字内容 再转换成 它理解的语言 那这种过程 其实你可以看 其实都是一个阶层式的架构 跟我们现在IP的网络 也都蛮像 那这种传统方式 其实跟现在式的 这个网络通讯的一个 阶层式架构 其实是可以代表 好 那整个过程 刚刚有说明了 就是从收信人 然后读信 然后财信网 对吧 你把这信子 读信 然后财信网 然后送信 然后再经过邮差 再撞信 再写信 再寄信 所以这个里面 是双向的 可以这样走 也可以这样走 对吧 那这个里面 就是有涉及 这个阶层式的一个 网络架构 阶层式网络架构 好 那这OSI的这七层 是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会多讲几次 第一个呢 包括这个第七层的 application内容 比如说像Email 像FTP 像Web Browser 比如说你Web Browser HTTP 去做这个网络的通讯 那网络通讯 你要去取一个这个 Web的一个服务 那成功的话 他就会 比如Web Browser 他会成功一个这个 200 200表示你OK 你这个就 收到我这个 网络的这个 通讯 那假如你 你收到什么 是400 400 或者是404 就是Fail 你常常会看到 网络里面有一个 404 表示说你根本就找不到这个Web 好 那另外呢 还有什么 Presession layer Presession Presession lay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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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借在这个 Session layer 跟Presession layer 跟Application layer 中间的一层 那这里面呢 Presession layer 其实跟这个应用程式很有关系 因为你在做一个 Web Browser的时候呢 Presession layer 的时候呢 你通常会有一个表达 表达要干嘛 那这里面的表达 通常是表达的是在哪里 在会议的上面做表达 所以你可以这样记 通常你去开个会议 通常开个会议 那会议呢 就是一个Session 就是一个Session 那Session 就是一个 定一个会议 那定一个会议之后 你要表达 就Presession layer 那Presession layer 之后呢 你在会议表达完之后 你要做一个应用 对不对 就是Presession layer 就是你网络 比如说你要做这个Web Browser 或FTP 或Email 那这三个你可以一起记 就是在会议中 你要做表达 然后再做应用 会议表达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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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五六七 你要在一个会议上面 通常叫表达 Presession layer 所以Session 所以Session 在这会议 做一个表达 表达上面 在做一个应用 应用就是你的Mail 或者是你要上网 所以会议表达应用 那这里面 会议表达应用 是一个大架构 比如说Email FTP 或者是 这个 上网 那再来呢 就是涉及到网络 网络部分呢 会议表达应用完 你要传到网络 网络里面 就是有所谓的 点对点 所以里面就有什么 网络要传输 就是传输层 就是Transport Transport 就是交通传输的意思 所以这里面呢 比如A到B 就涉及到传输 传输层 那传输层是怎样 就是里面就是有哪一 两种 一种是ACP 一种是UDP 那传输 那传输有两个概念 一个TCP 呢 TCP指的是什么呢 TCP指的是什么 是点对点的 有reliable的传输 我们称为TCP 那UDP呢 指的是什么 即时的传输 即时的传输 UDP我们通常指的是快速 realtime 不需要用保证的语音品质 或者是Data品质的传输 比如说举例来说 像VoIP 像你在做网络电话的传输过程中 事实上你是不需要做任何的保证 因为当你用风包 有掉的时候就掉了 比如说我断个字 我喜欢你 那我 洗 然后可能下面一个字掉了 没关系 你大概也猜得出来 因为你讲话很快 掉了两个字 其实 那个 大家还是猜出来 这种就是transportion内容 事实上在UDP上面就是做这样的混合 那保证的时候 要怎么保证呢 TCP就是可以保证 TCP呢 只要保证 就是比如说你要传一个电影 不可以传一个两个小时 或者是 之后你说 这个电影不能看 有风包有掉 所以TCP在建立的过程中 它是一个什么 建立连线 必须点对点建立连线 第二 再来就传输 所以它是叫什么传输层 就是transportation内容 传输层就是transportation内容 就是点对点传输 又可以保证或是不保证 里面的这个 那个tagging 是reavent 那这里面 除了传输的过程中 就像交通一样 传输是不是跟交通是cadet 那交通里面常常会做什么呢 就是做什么 traffic control 就是流量的控制 那传输层呢 我们要成为叫做TCP 你本身就可以做流量的控制 流量的控制 那怎样做流量控制呢 比如说 那实际上交通它有红绿的 那一样TCP它也可以有buffer 叫你等一下 等一下 再buffer等一下 等到接收层都收完之后 那传输层再收 传输层再收 所以transportation内容 你可以把它想像是一个交通管理 因为它跟transportation transportation 或是transport 就是一个交通的管理 就是一个交通的管理 是不是像交通 transport传输 那transport里面呢 下一层就是网路 这个整个传输 从点到点的传输 事实上是网路里面的其中一个部分的传输 所以你网路要先架起来 网路要先架起来 那这网路架过的人 都是用什么架 就是用IP架 那IP是什么 你有听过IP address IP address 那网路怎么架呢 就是把各个不同的IP address 定义出来 你就有source跟destination 目标跟目的地 跟来源的地址 那这里面就可以把全世界的网路 把它架构起来 那网路架构起来就可以什么 就可以传输嘛 所以网路架过起来就可以传输 就是网路层之后上面接transport类 往传输层 所以你可以这样记 我们刚才有说的 会议上面要表达 表达上面都有做应用 再一个会议就是一个session layer 做presentation 做表达 那表达完之后都有应用 那你另外呢 在网路是不是要有一个 要有全世界的网路架构 对不对 网路架构架起来就是要做传输 所以网路层跟传输层 就这样都会开启 分两部分 所以我们再强调一次 就是在会议你要做表达 表达上面要做应用 所以会议表达应用 所以session presentation application 会议表达应用 那在网路上面要做传输 所以有网路层 传输层 dressport layer 好 那这下面呢 下面就是实体层跟data link layer 那实体层就是实际上 实际上要复线 复线比如说 Wireless 是透过什么 媒体 是透过空气 Wireless 是无线 透过空气 那实体层 你不要有什么走线 走线的话 走什么 光线 那光线你就要复线 所以我们称为这个叫实体 physical layer 实体要复线 那实体层上面的lay 是长在什么 是长data data link 要传输data 因为实体层是只是一个线 线你只要放什么资料 所以我们称为叫data link layer 所以实体层就长data link layer 那data link layer 这个里面的data 要长在什么 要承载在什么 承载在什么 承载在网路 网路为了交通 就是trashable layer 那在交通上面 你要开会议 会议上面 你要做表达 然后再做引用 就这样 所以我们再从下面 再讲一次 这光线呢 你建置之后 光线建置之后 对吧 你建置之后 那你开始在光线上面 你要承载什么 资料 data 对吧 data link layer 那data link layer data link layer 要承载这个资料 所以我们称为 资料连接成 资料连接成 data link layer 那这个data link layer 我是要长在什么 长在全世界的网路上面 那网路呢 有美国 中国 台湾 日本 那这些网路是基于什么 IP IP address 每个电脑都有固定的IP address 或动态的IP address 它是 事实上是 IP网路的架构 一个网路的layer 所以我们称为 叫什么 IP network layer 那这IP network layer 上面还要传承什么 传输嘛 对 所以叫Transport layer Transport layer 所以Network layer上面 就承载了Transport layer 那等到有传输 有网路 网路上面承载传输之后 你就必须开个会议 开个会议 叫Session Session layer 那你开会议要什么 会议上面你一定要表达 对不对 所以就有 Resentation layer 那会议表达 然后再来做应用 应用 应用就是像E-mail 像Web 就是Communication 应用 所以 这要很熟 很熟 就是再说一次 就是实力层 这个Psical layer 这是Data layer Data link layer 这个资料连接层 资料连接层 Data link layer 然后再经过什么 Network layer 网路层IP 然后再经过Transport layer TCP 或UDP 再经过Session layer 会议 然后经过什么 表达 例如Session layer 再经过Effication layer 这七层 好 那分层有什么优点 有什么优点 分层有什么优点 刚讲那么多 分层有什么优点 第一个 分层可以 这个每一层做每一层的事 对吧 是不是降低了复杂度 就不用说的事情偷在一层做 第二个呢 就是它有可以标准化 标准化 因为分层之后 它每一层有各自要 它是一个阶层 所以它有标准化的一个施工方式 有标准化的一个界面 那从每一层到每一层 就去透过这个界面 来传输 那一旦分层之后 就有模组化的概念 所以它是一个模组化的一个工程 那另外这个模组化之后呢 就有一个可以达成什么 沟峰化的一个技术 那另外分层之后呢 我就可以加速变革 因为不用每一层从头到尾改 我可以改是用一层 再就可以简化一些学习 或简化一些教育 这个分层本身的优点 就是阶层式的一些优点 大致上有这几点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看 OSI这七层的功能 逐一来介绍 第一层就是实体层 就是Fiscal Lab 那Fiscal Lab 那Fiscal Lab有哪几种工作呢 第一个就是 传输资讯的实体的介质 的规格制定 那这个东西呢 事实上是什么 就是比如说像光线 这个介质媒介 实体上的介质媒介 像光线 像什么双脚线 像汽车里面 你有各式各样的线 那个东西 就是一个实体层的一个规格 那汽车里面的实体规格的线 更为复杂 那在里面呢 就是有各式各样的线的规格 线有线的规格 那这些就是达到 这个实体层线的规格的一些 实体 那这个实体的规格线呢 为了要传什么资料 所以将资料在实体层 呈现了一种传输规格制定 所以那个你看那个光线 什么有一星啊 或几星啊 这个都是街头啊 或者是这个传输平宽的一些 线街头的一些规定 那这个线的制作 就包括你什么 你有主抗的匹配 有传输街头的规格制定 有这个平宽的大小 可承载的这个资料量的平宽多少 我找一下到实体层 那第二个就是什么 连接层 Data Link Lay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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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接层 那连接层是什么 是主要什么 连线的同步 因为你这个连线呢 你在做任何的连线的时候 你必须要同步 同步 所以在Data Link Layer 里面第一个要做的事就是 你连线同步 那什么叫同步 就是说我开机了 你要开机 对不对 我传给你的时候 我必须什么时候是开始 什么时候是开始 不可能说 开始跟这个结束 我搞不清楚 所以开始 所以有开始就是要同步 比如说你坐火车 你总是知道哪一班是要开始 到达时间跟结束时间 所以要同步 所以Data Link Layer 谈的是同步 然后Fiscal Layer 是没有同步的 Fiscal Layer 就是一个载体 一个硬体的线 一个硬体的线 那Data Link Layer 就会谈到同步 那这个同步呢 Data Link Layer 已经有资料 那资料 通常你会怎么 会传 会错嘛 对不对 那错要怎么 要改嘛 对不对 所以它要至少要改的时候 大家会征错 因为它一定会错 一定会错就要征错 所以资料的征错 就是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项目 在Data Link Layer 里面 必须做到资料征错的地方 那这里面很多都是0101的数据 所以它各式各样的演算法 来做资料征错的一个功能 另外呢 那就是必须制定媒体的存取的控制方式 比如说呢 你这个Data Link Layer 是这个 是这个Mate Address 然后这个怎么存 怎么取 然后这个里面呢 是不是要做控制 比如Data Link Layer 是不是会 要用网路的哪一种架构呢 哪种存取方式呢 然后或者会被拥塞啊 那谁先存谁先取 这里面都要定义 那这里面就涉及到 任何存取的一些 模式跟Protocol 这个我们称为Data Link Layer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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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